在我们的生活中 可能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爱车的性能 也可能是为了汽车更加的拉风 我们可能会对汽车进行一些改装 但是有些东西是不能乱改的 改错了就会出大事 汽车的改装也是有规定的 我们要怎样对汽车进行改装 在改装时要注意什么呢 首先我们在改装的时候要合法 不能非法改装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不得拼装机动车 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 以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 车辆的结构包括车身颜色 长、宽、高四个硬性标准 以及发动机和相关的技术参数 所以对于汽车的长相我们不能大改 不然和行驶证照片不像 那么就要算是非法改装 而且还不能对影响汽车参数的装置进行更改 只要避开这两点就可以开始改装 然后一切改装的前提是安全 在改装之前要先考虑改装之后 是否会影响汽车的安全行驶 如果不能那么就要放弃改装 发动机等四大部件是不能更改的 在对汽车进行改装之前和之后 都要到车馆所登记申报 和办理改装变更手续 现在改装最多也是可以改装的部件是 灯光、大包围、音响、轮胎等 其中车迷们最喜欢更改的地方 就是大包围和灯光了 想要提高汽车的颜值 但又不能对汽车的辨识度产生太大的影响 更改大包围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对灯光的更改 可以让车在夜间更加引人注目 正确的改装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安全性 只要了解以上要点并遵循 那么就能愉快地进行汽车改装了